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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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打不过又转头加入大唐 就这样挑忽不定下逐渐发展壮大 后来土方看不下去主动攻打南兆 还是唐朝出兵解除了危机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南兆国又开始联合土方攻击四川 双方在四川烧杀强旅 利用大象开路 非常野蛮 公元823年 南兆军队杀入票国城市 独走上千人带回国内 长年的征战让南兆国损失惨重 国力逐渐下滑 内乱频发 直到段正平结束混乱成立大理国 南兆在征讨票国时 在当地留下了很多士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缅甸人 在南兆士兵的统帅之下 这些奴隶为他们种地创收 寸遍守 为边境 留下的这些人 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生活 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国家 由于起初被称作连马 缅甸的国名就是来源于此 缅甸人曾建立过许多城邦 这些城邦之间彼此独立 普甘国是其中最为强大的一个城邦 成立两百年之后 从这里走出了一个大人物 阿努律陀 阿努律陀上位之后 四处征战 兼并了许多城邦 甚至差点灭掉了云南 即便是曾经骑在自己头上的大力 也不得不低头 普甘国控制住了海上贸易要道 一些强敌诸如高棉帝国 阿拉干王国都沉浮在他的脚下 普甘国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整个东南亚都为之颤抖 阿努律陀也被视作缅甸历史上 第一个英雄人物 后来北方的蒙古南下 与缅甸蒲甘王朝之间水火不容 双方在牙松年爆发大战 这是中缅第一次决战 缅甸方面一上来就出动了最终武器 相兵 作为最具气势的路 战力量 相兵的选拔非常严格 按照当时的固定 只有经过数十次马战的精锐士兵 才有资格入选 当然相兵的待遇 也不是普通士兵能相比的 企图缅甸作战不力 援军知道缅甸相兵的厉害 因此故意将战场选在路况不佳的森林路段 一旦缅甸相兵发动冲击 援军就会后撤发射弓箭 他们杀伤的目标并不是缅甸士兵 而是战相 这些牲畜毕竟没有思想 受到惊吓之后会疯狂乱跑 继而让缅甸自身阵脚大乱 此时援军杀出强大的蒲甘王朝就灭亡 明朝时期万历年间爆发了许多战役 其中就有对抗缅甸的战争 双方多次交锋明朝都没占到便宜 打了几十年 不仅没有取得胜利 反而拖垮了明朝 明朝末年 缅甸成了皇室成员的收容所 当时与明朝交好的缅甸王驾崩 新任国王马白知道 收留他们对自己没好处 一旦清军过来要人 自己拿什么抵抗 所以他处死了南明大 部分明朝将领 囚禁永历皇帝 后来吴三桂来到缅甸 勒死永历皇帝 永历皇帝时候 手下的明军士兵逃到麻祖坝 与当地民族融合在一起 当地处住过着刀根火种的生活 生产水平极度落后 这些南明将士利用矛略侵占了这里 之后在这繁衍生息 发展成了现在的国杆族 清朝时 中缅进行了多次交锋 军役中方失败告终 当时缅军装备的武器更加先进 其中步伐从欧洲采购的火炮 反观清军只有小部分人装备火炮 大多数部队仍然采用大刀长矛 相比之下极为不利 双方第一次交锋的时候 清军貌势进攻被缅甸射击打败 清军统帅被撤职 第二次依旧损失惨重 为了挽回面子 清军上下谎报军情 乾隆得知以后非常愤怒 下指杀了领头人 说出来可能不信 清军数次冲锋都没有伤到缅甸丝毫 甚至连主力部队的影子都没看到 第三次出兵时 乾隆派遣皇室贵族明锐领兵出战 缅甸方面再次借助地形 轻而易举的打败了远道而来的清军 明锐自杀谢罪 第四次征战 恰逢缅甸与济埃林 清军难以适应 大雨连下数月 导致军众瘟衣横行 统帅复衡一并不起 这次出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苦 走投无路的清军将领 在没有得到乾隆许可的前提下决定议和 清军毁掉自己携带的大炮 表示永远不会再次进发 四次出征 前前后后花费了巨额军费 却一无所获 起初对战缅甸时 乾隆十分狂妄 根本没放在眼里 既没有巡查地形也没有考虑国情 贸然出击结果损失惨重 缅甸虽然国土面计较 但是却很会打仗 缅甸本就属于中国 被放弃后竟然如此嚣张 而且如果不是乾隆 中国也不会这么惨 乾隆的狂妄自大 让中国吃足苦头 他还自称实权武功 清免双方数次交锋 让清朝元气大伤 所谓的天朝上国 让缅甸狠狠打了 脸 关起门来的虚荣 终究会破灭 只有真正的向世界敞开环保 接纳自己的不足才能更强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